皮特想出来了皮特 这有日子没放皮特出来了 大家好我是阿龙 有一段时间没放皮特出来 太凶了出来了也不好控制 再有一个就是他只要出来了 就得给他带上龙嘴 要不然就去找那个黑豹嘛 打架去了 然后呢前一段时间呢 咱选上说出了一条狗啊 有皮特 那是没说皮特啊 有这个瑞虎瑞雪 还有蚂蚱 还有那个小不点 还有叮当 这五条狗啊 带上皮特吧 就是六条 现在瑞雪还在选上 跟那个小蚂蚱 现在这个瑞虎跟叮当 还有那个小不点 就是那个皮特的女儿啊 这三条现在就已经处理掉了 然后接下来呢 就是这个瑞雪 瑞雪跟这个小蚂蚱 那已经给这个大家说处理了 然后 就接着处理啊 还是给大家说一下瑞雪 现在目前有瑞雪 还有那个蚂蚱 咱过去看一下 这个瑞雪啊 这个骨架了各方面 比较大的一条 白色花色的 这个普雷萨加拿里 他父亲就是这个黑狼 黑狼是跟诺基同父同母的 一条狗 瑞雪 好了好了 这边笼子已经空了 瑞虎发走了 灵珠留的灵珠 在全身 这个笼子是放了叮当 叮当也发走了 这边是皮特的女人啊 就那个小不点 也处理掉了 这是小蚂蚱啊 小蚂蚱 长大不小了 但是可前两天出来 这 跟那个之前小捷豹打的 还跟一条大狗也打的 这边 好像这家性格绝对没问题 兴奋度了各方面 都可以啊 现在有六七个月 咋的也在一岁多以后 才能真正的上战场 试试口 这皮特啊 也是一个大哥 放到我犬舍这边呢 现在这个也处理 犬舍呢 今年就是整体的 然后提升一下 然后再翻新一下 大狗呢 就留着灵珠跟黑豹 然后其他的大狗 全部处理掉啊 现在还有三个吧 两个大的 一个小的 大的就是皮特 皮特跟那个瑞雪啊 其实这俩是很好的一对啊 都是大骨架子 然后还有一条 那个小蚂蚱啊 就这三条吧 呃 你没有喜欢的啊 可以那个 私信我啊 咱私下聊一聊可以 嗯 绝对品质方面都没问题 然后我今年呢 主要是培 想培养一支小部队啊 从小培养起来啊 然后这大的呢 这个就处理掉了啊 好了 今天先给大家分享这么多 咱们下期再见 拜拜 拜拜 拜拜